第194章,无名鬼供奉无名花,他的情绪魂沉浸在那些怨灵的尖叫里,一时悔不过神,面具下的脸上都是冷汗,魂不守舍地道,不要用那两个字称呼我,每次听到有人这么叫他,就像是在提醒他什么,使得他分外烦躁,每叫一声,他心里就一惊,无明确道,殿下永远是殿下,谢怜望了过去,当然,看不到这黑衣舞者的脸, 只能看到一张笑面,而对方看他的脸时,也只能看到一张惨白的面具,他冷声道,再这么叫我就让你魂飞魄散,不要以为你真的有多强,那黑衣少年俯首不遇,谢怜冷静下来,道,去探查狼尼湾这一带,寻找最替合摄阵做法的地点,无名道,是,谢怜闭上眼睛,顿了顿,又睁开双眼,望那黑衣舞者, 证明道,你怎么还墨走,那黑衣舞者道,地点定了,那么实践呢,实践,王魂们已经迫不及待了,必须要帮他们找到诅咒的物件,不可拖延太久,的却不能拖延太久, 沉默片刻,谢怜道,三日之后,无名又道,为何是三日之后,不知为何,谢怜一跟他对话,就有些心浮气躁,道,三天后是月圆之夜, 发动人面意识比威力大增,你问太多了,快走就是了,无名汗手,无声无息地退下,谢怜再次闭上双眼,捂住额头,希望能缓解这阵头痛, 正在此时,他听到了几声,从背后转来的冷冷嘲笑,一听到这熟悉的冷笑声,谢怜浑身血液都旁腐冻结了, 他豁然转身,果然,在他身后,坐住一个带住碑细面,身穿大袖丧腹的雪白人影,正双手龙袖,在神台上看住他,白无相,谢怜拔剑刺去, 那白衣人盯的一声,二指夹住剑锋,叹道,如我所料,这副模样,果然很替合你,若不揭开面具, 这两人几乎从头到脚都一模一样,一番颤抖,两个白衣人来回交锋,外人便根本分辨不出来谁是谁了, 白无相一边轻松躲避住谢怜的剑锋,一边道,太子殿下,你把你父母埋在那种贫瘠轻轻的一厢土地上,不觉得委屈了他们吗? 谢怜先往下一沉,道,你动我父皇母后尸体了,你毁了他们的尸身,白无相道,不,恰恰相反, 我帮你厚葬了他们,闻言,谢怜一正,白无相道,我帮你把他们带到了仙月皇陵,还为他们穿上了珍惜的羽衣,可保湿身千年不服,如此,你下次去看望他们的时候,还能陷到他们宛若生人的遗容, 他告诉了谢怜皇陵的位置和进入方法,这本该是由国主和国师告诉谢怜的,但他们都没来得及这么做,就死得死,散得散了,谢怜惊意不定, 道,你怎么会知道,进入仙月皇陵的方法,白无相微笑道,只要是官吾太子殿下你的事,我无所不知,谢怜骂道,你知道个屁,如此粗粗露骨的字眼,从他嘴里吐出来的时候,他还是不习惯,白无相且彭扶又看穿了他的想法,打量他片刻,温声道, 没关系的,从现在开始,不会再有什么东西束缚你了,也不会有人对你抱有多余的期待,更不会有人知道你到底是谁, 所以,你大可以做一切你想做的事,听了这句,谢怜心中油然而生一种奇怪的感觉, 这怪物找他是来干什么的,是好,是的,虽然听起来似乎可笑,但谢怜的直觉告诉他,这个东西就是来向他示好的, 无论是后葬他父皇母后,还是安慰他,都是出无此中目的,他一定非常非常高兴,比谢怜以往陷到他的任何一次都要高兴, 彭扶看到这样的谢怜,就令他格外愉悦,不由自主地便柔和亲切起来, 这种亲切居然让谢怜在一瞬间有点想感激涕淋,但紧接住更多的还是恶心, 谢怜还声道,你别高兴得太早,不要以为我会容你这个东西留在世上, 待我面了永安,准备好我来找你算账,白无相贪守道,欢迎至极,悦意至极, 哪怕你要来杀了我,我也会在这里等住你的,什么时候你真的能抢到杀了我, 你就可以出师了,不过,他面具之下的笑容似乎收敛了, 道,你,真的会灭了永安吗?谢怜道,什么意思?白无相道, 你明明可以现在就动手,为什么还要特地险在三天后, 挪道士到临头,又犹豫了不成,莫非你到了国破家王的这一步, 竟然连复仇的魄力也莫有,我是不是又要看到异常, 太子殿下的失败了,失败二字,急起扎儿, 谢怜举剑劈去,却被一脚踹倒,踩翻在地, 白无相不知如何夺到他手中黑剑的,方才那温柔可亲的玉器抖转轻蔑, 道,知道现在的你像什么吗?谢怜抓住胸前雪白的靴子, 可无论怎么用力,也一动不得分毫,被牢牢踩住,不得翻身, 白无相微微俯下身,道,你就像个小孩子在赌气, 你根本莫有下定决心,谢怜怒道,谁约我莫有下定决心, 白无相道,那你现在干什么?你的诅咒呢?你的死光,死绝呢? 你的父皇母后,你的士兵,你的国民摊上你这么个神,真是可怜, 他们生前你保护不了他们,他们死后你连为他们复仇都做不到, 你这个废物,他脚下一用力,谢怜的悲喜面下灯时一出几丝闲血, 是从他喉中涌出的,白无相垂手握剑,黑雨般的剑尖底在谢怜喉剑, 画过那道咒家,唤醒了谢怜某些回忆,他道, 要我帮你温习一下白剑穿心的滋味吗? 过分的恐惧让谢怜屏住了呼吸,一动也不敢动, 而吓住他之后,白无相又重新变得可亲起来, 他挪开了靴子,把地上吓得僵住的谢怜伏的坐起, 摆住他的脸,让他望向一个方向,看看,看看, 这就是你现在的样子,他让谢怜看的, 是破败神台上破败的神像,那太子像手里的花玉剑, 早就不翼而飞,被烈火焚烧过,被斧头菜头皮砍过, 被举起来摔在地上过,半身焦黑,残缺不全, 惨不忍睹,的却是和谢怜残存的记忆片段中的自己十分相似, 白无相到你变成这个样子,都是败水所赐, 你以为是我吗? 谢怜的脑子彭腹被他巧行洗刷过一次, 又反复灌入新的东西,越来越迷惑,越来越怀疑, 他连愤怒也忘了,迷惑地道,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? 你到底为什么要缠住我? 白无相到,我怨了,我是来教导你的, 我教你的第三件事,就是,如果不能救苍生,那就灭苍生, 把苍生踩在脚下,他们才会对你拜扶。 他怨完这句,谢怜的头忽然疼得想要炸开了一样, 抱头大叫起来,是那些怨灵, 无数怨灵在他脑子里尖叫哭号, 谢怜头痛得恨不得在地上打滚, 白无相却在一旁笑了起来, 温生道,他们已尽快等不下去了, 三天后,如果你不能发动人面译, 不能及他们诅咒的物件, 他们诅咒的物件就会变成你, 你知道,那时候,你会变成什么样吗? 谢怜感觉那把冰冷的黑剑, 又被塞进了他手里, 一个声音在他耳边道, 你莫有回头的机会了, 待到那阵头痛慢慢退去, 谢怜放开手睁开眼, 瀑瀑烂烂的太子殿中, 环视只有他一个人, 另一个和他一模一样的白衣人早就消失了, 不知已进过去了多久, 夜色早已降临, 太子殿内昏暗无光, 谢怜心中一动, 一直到一件事, 三日之期,已进过去一天了, 这时,一片漆黑的太子殿中, 似乎有一抹白色一闪而过, 鬼使神差, 谢怜转过了头, 看清那一抹白色是什么之后, 面具之下的瞳孔收缩起来, 他一把夺了那东西, 道, 这, 花是怎么回事, 那是一束惊心柔弱的小白花, 被放在了残缺不全的焦黑神像左手上, 显得格外洁白如雪, 也格外凄凉, 看上去, 庞浮是这尊神像, 为了保护了这一束小花, 才落得这满身的伤痕一般, 谢怜也不知为什么他看到这一幕会如此弄不可, 喝道, 鬼魂, 出来, 不多时, 那佩刀的黑衣舞者果然出现了, 他环目月化, 谢怜便道, 这花是怎么回事, 谁做的, 你做的, 无名微微俯首, 目光在谢怜手中, 被赞的庞浮要窒息的花朵上凝了片刻, 最后, 低声道, 不是我, 谢怜道, 那这东西是谁放的, 无名道, 为何殿下看到这花如此烦躁, 谢怜脸色欲沉, 枪纳朵花扔在地上, 道, 这种物作剧, 令人厌恶, 无名却道, 为什么殿下会觉得是物作剧, 也许在这里, 真的怀有殿下的信徒在供奉主年,